调整投影片的版面配置时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选择要调整的投影片 2.选择版面配置 3.调整版面配置 总之,调整投影片的版面配置 选择要调整的投影片 选择一个适合的版面配置 调整版面配置以适应你的投影片内容 预览和保存投影片即可 可以让投影片更丰富美观 好,接下来请问 第一张跟第二张的版面配置 是不是就应该不同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 版面配置 好,首先 麻烦请点选第一张投影片 常用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 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里面的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标题投影片 好,那我想请问你 认识毒品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前面根本就不需要的 但是很抱歉 不可以这样子做 应该是 复制文字 然后针对这几个字去做贴上文字 只保留文字 然后请问你 这边应该是报告人 对不对 这样子就破坏了 它的版面配置 报告人 可以吗 这是版面配置你必须要了解的 你第一张跟第二张绝对是不一样的 再接下来请问一下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文案你自己再利用ChipGPT去丰富它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谈的是版面 好,版面我们调整好了 那请问一下 接下来像这里面是不是有看到 那个Slide1,Slide2这些 其实都是不需要的字 我们先把它全部都删掉好不好 我们应该是把这个页嘛 放在例如说右下角 类似这样的概念才是对的 没有必要的标题 浪费很重要的标题去呈现 你不能说页嘛不重要 但是页嘛没有这么重要 需要放在标题 好,所以麻烦请把所有的 这个Slide的多少 给它删掉 怎么做最快 取代是不是 来,尝用 或者是你就直接去问ChipGPT 听得懂吗 我的意思是说 简单的功能操作 你不用再去问老师了 你就直接去问ChipGPT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边你就可以问他说 假设我每一张投影片都有 Slide1 Slide2 345一直到20 等文字而且都放在标题中 我如何一次将这些 这个投影片编号 全部就是删除 你可以使用PowerPoint的编辑功能 更改投影片标题 好了 不过我现在要教你们是这个方法 不是他现在教的方法 我要用取代 来,请跟着我一起做 用取代的方式 首先常用 取代 先把Slide这个字删掉 Slide 空一格 Slide 空一格 然后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全部取代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麻烦请看到第21张投影片 第21张投影片呢 麻烦请把这里面所有的文字剪下来 贴到这个内容 贴上 然后请把最后一张的标题改成节语 或者是谢谢您的观赏 或者是谢谢您的明听都可以 好 请把他的版面 也改成 第一个标题 等一下我再去加其他种的版面 好 好